明明用油用电,为什么叫空气锤 空气锤的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空气作为介质驱动的设备 它的工作原理是压缩缸的活塞 通过连杆与曲轴连接 由电机通过皮带带动曲轴 进而实现活塞的上下往复运动 压缩缸与锤头工作缸之间通过悬阀来控制压缩空气的方向 进而实现断打、皮锤、压锤等运动 我是大美丽 带你了解更多机床小知识